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有时候我在一博会也看到这个画 在画篮也看到画 在拍卖行也看到这个画 那这三个有什么区别呢 其实是有层次区别的 就像刚刚刚就像前面讲画廊区别一样 首先讲一博会和画廊关系 这个是我倒是做了一点点很粗浅的调研 就是问了一些做画廊 其实大概在五六年前 其实这个变化应该是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 中间变的 大概在2013 14我不知道 大概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呢 就是义博会的重要性开始超过画廊 我感觉现在我大概的感觉 我也不是很专业的 我做所谓做出现调研 无非是问了一些画廊的一些经理 或者一些经营者 他们告诉我 如果你能够成功的参加 每年参加几个重要的义博会 就可以 其实你画廊销售 说明什么呢 说明画廊的销售已经 很依靠 很依靠义博会 或者义博会的销售渠道 你都好过画廊 是吧 好过画廊 也许这跟受众的习惯有关系 画廊嘛 就是到树河区也好 到一个画廊集中地也好 包括我们来温哥华 你要在画廊看画的时候 整天看来看去看来看去 很多画廊七八家画廊 马上再集中的七八家画廊 义博会一个场面就解决了 对不对 那么这是不是人们的销售系统变化 就像商业的一个重要变化一样 摸是一种商业模式 一个摸里面就有各种各样的商业 而且留住人群在今天货料网时代 在电商时代 隐私变得很重要 因为我们不可能蓄力吃饭 对对 蓄力吃饭 所以现在很多摸你放这边 有中国也这个变化很危险 不仅白货放在一起 让你一次性逛完 然后关键是每种消费 留着吃饭 留着吃饭前后就可以逛 那么这种商业模式 这种摸的商业模式 一个商业中心的模式 正在干掉很多街头的小商铺 对对对 传统小商铺 我原来还不知道这个事情那么严重 我在2001年去伯克利 参加一个研讨会的时候 那边的一些朋友告诉我说 伯克利这个旧金山的一个小城市 居然有这样一场运动 老街道的那些老的商户 百年老店很有名的商户 他们联合起来干什么事 抵制摸的结果 为了维护我这个门面的独特性和传统 因为这种大规模模会把你干掉 事实上它是会把你干掉 这个摸的结果是什么结果呢 就像我当年开车 可以说是不远万里到了卡加里 从卡加里开车到了艾蒙顿 说艾蒙顿的模式整个背面最烂 对对对 然后我把我的家人送到艾蒙顿 到了门口一看 然后我说我睡觉了 因为我还开车 因为我到了艾蒙顿进去的感觉什么 不是跟去麦克尔汤一样吗 对 所谓大的就多了一个游乐场 如果以后麦克尔汤也搞一个死的游乐场 那样吗 这就叫诚实同质化 对对同质化 是吧同质化 那么它也在创造新的受众和新的销售习惯 所以我觉得为什么艺博会会超过花囊 一定跟那个新的顾客有关 他们就在艺博会解决问题 但但我听说我纯粹听说我没有具体调查过 就是我听说艺博会上它还跟摸不一样 可能摸的话 你很多集中了 它竞争大 可能它的销售有竞争 所以价格会变便宜 但是艺博会不一样 因为大家在销售的艺术家是不一样的 对 然后它的价格反而可能比起你到画廊店面上买的价格 还要往上去 因为它叠加了很多它的运输 因为艺博会甚至会跨国 税收 这些保险 这些东西都叠加上去了之后 它的价格可能会更高 对 但反而卖的更好 这个我就不明白 我觉得一个还是跟 首先跟受众 跟顾客的习惯有关系 老刚刚已经说过顾客的习惯有关系 第二个 其实艺博会也分层次 对 比如说全世界最好的艺博会是巴塞尔 对 那么中国的所有画廊 包括中国目前的最好的画廊 他们都知道他们手下的经义 巴塞尔 香港巴塞尔 对不对 对对 容易进去 不容易进去 不容易进去 对 那么 那就意味着巴塞尔的艺博会 它就 首先确认了档次 它这画廊有挑选 广州艺博会为什么做不起来 做了那么多年 中国的艺博会最少是广州 广州为什么做不起来 因为它不是艺博会 它是大牌蛋 为什么呢 它靠出租场地 什么狗屁花囊都可以进来 而且好像个人也可以 可以 对对 交给钱 关键是它的经营模式是收花囊的这个厂租 那么为了使我的这个成本能够平下来 那我至少成功来咯 我说一个这个分辨 这个艺博会也有高低 像你说的一个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判断的标准 我个人认为就是它是否只是接收这个画廊 作为一个参展的个体 对 如果他接收的是个人的参展的话 就好像你说就变成一个跳蚤市场一样了 中国的依我所了解的广州艺博会就是个大牌蛋 就是你说的跳蚤市场 那么正规的比较高层次的艺博会 就一定要以画廊为主 以画廊为单元进入了 更高级的艺博会 比如说巴塞尔瑞典巴塞艺博会 瑞士什么 瑞士 瑞士巴塞艺博会 那就要它挑选画廊 对 就是画廊的党是必须在这里的 由于他挑选画廊 那么艺博会就提供了一个信誉 提供一个信誉 它比画廊的销售可能更贵 那就是它就有原因有道理了 当然这里面还涉及到新的手综 比如说据我了解 这个数字我不知道准不准确 但是我是从旁调解 因为我不是做这个调研的 香港艺博会他们告诉我说有一半作品都是给深圳人买家 因为我说深圳人怎么那么厉害呢 当然我知道全国民营企业最激动的事 但是他们告诉我说年轻人 然后我也跟一些画廊的一些老板聊天 他们告诉我说 比如说以中国我所知道的蓝帮为例 他们认为现在的收藏群体已经从老年人转到八年后 甚至九年后 而且他们告诉我说八年后九年后买东西就是跟老东西不一样 他们只看喜欢 也不问那么多背景 觉得喜欢这个价格合适 他就买出来了 那是不是这两者之内有关系 比如说香港的巴塞尔的销售 这个现实和我所了解的那个广州的画廊的这个现象 是不是有同一心 我想应该有同一心 因为受众不一样 顾客不一样 就像我在深圳有一次参加一个顺德的一个企业家的一个展览 他做的是个抽象展 嗯 我很好奇 这个企业顺德这个企业 他不收黎雄财 不收李郎画派 不收那种传统山水 他干嘛搞抽象画展呢 啊 所以我就去了解 我就很好奇去了一下 哦 原来是这个老板的女儿 他现在做的总结名 哦 哈哈哈 他喜欢抽象画 嗯 嗯 老同事的话他不喜欢 嗯 那么同样的情况 那也是个好事 给给给后来者点机会 说明什么 说明老板也在跟些换代 嗯 那么同样 我也知道在北美的情况 比如说我的一些朋友曾经卖他的一些商业画 在商业画廊是很好的 嗯 现在也好 这不太行了 嗯 再一了解 哦 老长家老了 嗯 藏不动 新长家 要抛出他们的画 他们要藏新东西 趣味在变化 嗯 顾客的消费习惯在变化 嗯 这就导致了画廊和艺博会的这种交互关系也在变化 嗯嗯嗯 艺博会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开始取代画廊 或者说很多著名画廊他们也参加艺博会 嗯 作为一个指标 至少有人告诉我说只要你每天参加几个重要的艺博会 你竟然的消失那没问题 嗯嗯嗯嗯嗯 这是一个城市 嗯 拍拍行是另外一个城市 对 所有近拍拍行的人都不是普通消费者 嗯 都不是普通消费者 嗯 不仅有相当的财力作为背景 还要有相当的研究作为背景 那么中国更加有意思 中国的拍卖行里面做的全是吵架 他们脑袋里面想的就是一个问题 这个画能不能够升级 西方不一定 但是在拍卖行拍卖画的人 他们的身份和普通顾客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我参观过广东顺德的大老板 美的集团的那个何老板的收藏 他的收藏的来路很明确 比如说他里面收藏的这个中国现代的绝末画 水平红的呀 这个提牌师的呀 张大千的呀 无一例外全是香港苏式比拍卖行 他绝不在中国拍卖行 也绝不在中国找人家 全部是苏式比拍卖行 每一件都有来源 每一件都有拍卖记录 他的老板很明确 我这个全部这一切谎 我不管 我就要苏式比拍卖行 这个是一个保证的一个保证 因为我只相信苏式比拍卖行的这个水平 但是呢 他的所有当代中国当代艺术的收藏呢 却是到画家工作室去要 哦 跳过了画廊 对 到那里到工作室去要 但是我还很感慨 那个顺德大佬收藏的中国当代艺术 没有广东 嗯 嗯 我希望广东的美术界的朋友们好好反思一下这个问题 哈哈哈哈 是人家没演过呢 还是我们有问题呢 啊 我就不说了 啊好 我说的意思就是去拍卖行是另外一层次 嗯 包括你很有钱你进去拍卖行 啊 的时候你的心态和去博览会和去画廊的时候完全不一样 好好好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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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